台北市的部分 陈时中也面临到防疫政策的重伤 所以呢现在吴子佳就说了 如果民进党桃园台北双输的话 那蔡英文就要公开宣布辞去党主席 她说现在双北的支持者都离开蔡英文了 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也离开她了 第一次选错林志坚 第二次又选错了郑运鹏 在这次的事件 她发现民进党做事真的是毫无羞耻 简单粗暴 之后呢除了这个论文之后 还有球场门骂 再来呢是柬埔寨诈骗事件 台南杀警案数的中介法 都导致她的民调暴跌 来看到在这个蔡总统的执政满意度 看到双北的部分 台北的不满意来到55.6% 满意只有四成 那新北的部分呢 同样也是不满意度 高过满意度 请教董哥 对啊其实这就是慢慢再走 现在就是像罗志强所讲的天路人烟 那一桩接一桩 就是说就刚刚你讲的 中介法啦杀警案啦什么 这就表示你的政府 尤其杀警案又让大家想起了 你的死刑政策 原来你是不执行 对不对 那这些东西让大家觉得 这个是一个无人的政府嘛 每天讲要抗中保台而已嘛 你真正能够做到什么 你能够替农民着想吗 他们的石斑鱼 或者这些水果卖不了中国大陆 那不是你们造成的吗 对不对 台湾民众其实只要想一件事情啦 不管说中共今年 飞越海峡中线或什么 我告诉你 你只要想一件事情 今天如果总统还是马航九 这些事情会发生吗 不会嘛 对不对 水果招昂卖 鱼招昂卖 今年不会嘛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死刑照样在执行嘛 马航九执行那么多人 三十几个耶 蔡英文两个耶 对不对 你就可以看到 他到底有没有在 有心在做吗 当然没有嘛 那我觉得说 今天台湾老百姓 慢慢这事情 就是做久了 你做了六年多了 你今天再提出怎么样的政策 大家也不相信了 你该做也都能做了 那这一次民进党 因为他前前交给蔡英文 蔡英文等于说 他连任以后 他就特别的独裁 尤其他想打压 赖清德的系统 就是说你既然敢来挑战我 要我不要再寻求连任 所以他那时候心中是 充满了仇恨 那上任以后 当然他就觉得说 我要大前一把抓 就变成慈禧太后 就一把抓 六都由我来指派 通通没有党内出现 对 那我指派错了 没关系 我继续指派 对不对 那就一错再错 是啊 就一错再错 那他以为他自己 嫌疾那一套 他自己也行 这个是没办法的 他今天到迎林 蔡英文说 刘将国是个认真负责的人 刘将国的 刘将国当然感情世界很丰富 是啊 大家都会想他 都认真都负责 但是没什么关系 他说只要迎你拿回来 台湾就赢了 你这迎你拿回来 台湾会赢吗 我告诉各位朋友 今年的选举 就是看台北跟桃源 国民党或民进党 谁能够把这两个 这个城市拿下来的话 就代表他选战赢了 今年选战不是看席次 国民党上次拿下15席 这次即使只拿下13 14 你只要台北跟台湾拿下来 就表示你赢了 为什么 因为他才是有指标性的 指标性除了他的人口之外 而且代表了台湾 很多数的民意 那这个民意一显现出来的话 就是民进党的败相 那你可以看到 蔡英文他现在就 用所有的方式 譬如说桃源 桃源他故意一直不指定 后来看到国民党 丢出来是一个 当过行政院长 那你的地位不能太差 五星级的林志强 赶快把他找过来 跟郑文燦合谋 这个就是密室协商了 有那么多人在地方上打拼 你通常不想 就是找一个 从来没有在桃源 经营够 打拼够的人来选 那你地方人是遗和地 对不对 然后你又背去了新竹市 那新竹市林志强 又指定他的副手 沈慧宏来选 都是你们自己 一群人自己在指定 你们代表民进党的精英吗 不是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的手出出那个 8月18号 他说因为共军今年 我要去宜蘭慰问海军 晚上就跑去了 江冲淹的竞权总部 说要打 要把那个国民党林志强打下来 一个礼拜以后 检察官就起诉林志强贪污了 你所有的黑手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那这些 没有想到 台湾现在连接发生 这么多的事情 跟老百姓才有关 杀警案 大家的冲击有多大 柬埔寨 今天泰国又有人 又抓回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我们台湾年轻人 总统每天讲 他都喜爱年轻人 都照顾年轻人 而且要给年轻人 18岁都能够投票 对 台湾年轻人生活 过不下去 去泰国 去柬埔寨 被人家当人蛇 你有办法可施吗 没有嘛 所以今天蔡英文 过去讲了 那在漂亮的话 到了选举被高度的检验 然后发现说 原来你过去 是做得这么差 这也影响到民进党 今年的选举 所以大家看到了 现在的情况 到2024年 叫做败相遗落 就这么回事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那蔡总统呢 他其实这几天 倒是也是动作评评 好 他现在在20号呢 26号一个礼拜 两次来到哪里 来到台中 频率真的是蛮高的 他要来帮台中市长 参选蔡奇昌来站台 好 现在呢 在这个港媒的部分 就说这个频率之高 很不寻常 除了因为在现任市长 卢秀燕 气势蛮强的人 气蛮高的 那么也显示出 在绿营的部分 现在在六都 可能面临到的困境 除了台南高雄之外 在其他四都 可能都是没有胜算的 教授 高雄 台南应该也算OK了 我不晓得 因为还要看我们龙界先 冲到什么中心 台中我是觉得 蔡奇昌表现不怎么样 虽然他已经打扮 你知道那蜜蜜 较劲的就会 我看不出来 他们年纪那么年轻 就接副院长 应该也应该有什么表现 没有 我看他就是好像打棒球而已吧 对不对 然后言不及意 结果又被重伤到了 然后就言不及意 不是吗 辣椒指示 有没有辣椒 那个指示用来吃了什么火锅吗 怎么 那个格调不高 所以我是讲说 民进党很糟糕 我一直想比喻 就是有点像去银行要排队 然后抽着单子 然后你忽然想要在外面抽个烟 或接个电话回来的时候 要重新抽牌 所以你只要那个梯队排到以后 那就是你的 跟肉侠就是同样 你看那个言不及意的样子 当他副院长 然后他还是也摆合的 OK 所以台中他是没有那个 而且你看到 没办法吗 然后你看到 林佳龙为什么不能连任 当然林佳龙有他的风格上 他的个性上 他的缺陷 但是其实 因为我说林佳龙比较强势 就台中市 台中官你就很强 为什么 谁要负责任 你不能说 蔡其商说没法 我负责 我生负责 负责 其他都不关我的 那不很大的责任 所以台中我看是没希望 其实唯一的 我现在看到 大概小英看到这两个 一个是桃园跟台北 那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说桃园这个部分 弄该那么糟糕 所以有时候 我们讲说大哥 大哥好像去接班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这有时候大家想 没希望 有些人要队堵的人 当然是好 就跟班 但是如果跟他是同样的时候 最好他重见下马 对不对 我才取而代之 我才有机会 对不对 所以这也一个 很悲哀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现在 又交 要他交出来 又不交出来 没办法 又回到 回到他的身上 到了正义本 那就是正义本 很痛的 他只要去接那个班以后 那那个郑文燦 绝对不会出事的 所以现在变成怎么样呢 到时候我是讲到说 可能 那台湾都输掉了 然后呢 台北假设 小英有 那你想一想 小英会给郑文燦 去当行政院长吗 我刚才就陈建仁接了啊 大概 如果万力两个都输了以后 刚才是我们大厅立委说 是不是他要辞 党主席 对不对 辞啊 他要陈建仁接啊 因为接下来两年 这个部分呢 钱放在谁的手里呢 打仗的子弹 就是在行政院长的部分 我买会给你 你就买会给你 到时候他就出去 你把我开除党籍 你把我编尸好了 我令起炉灶 我的那些侧翼的范云 社会社民党 然后激进党 一大堆制 然后我们看到 那个谁 这个 然后Freddy他们 他们另外就令 然后跟国民党的 一些本土派 拉了三分之一 过来 他就好了 他没在揣 有钱最大 大概就是这样 理念都是不重要的 都是说说而已吗 没有 一脸是说都不说嘛 你看他已经多久 没有看到我们 惊得要死嘛 记者会都不出来 但是你看 他怎么去站台的时候 都不怕被会感染到呢 好像是我们记者 是不是都会 有什么样的病毒 是不是 你不觉得很奇怪 他跟我们离很远 人间烟火 不时 人间烟火那个样子 然后你会看到去 他夜市还是哪边 还是捞鱼的 金鱼的时候 你不看他会吐血吗 这是我们的总统 还是慈禧太后 不知道 人家有着天赋 还算有会做事 我说他那边 比较像是慈禧太后 嗯 主上这个梦梦水 孤佳配方启入 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蠢酸 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阳根局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 酸甜好喝